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南法品酒 很多时候只想起波尔多 但其实普罗黄斯 有全法国最热的天气 又靠近地中海 很适合让玫瑰酒 部分本地出产的葡萄酒 更加达到法国最高的AOC评级 我们就精选了三间酒庄 哇 漂浮在水面的蜘蛛雕塑 就是清水毛的建筑 这里邀请了日本的安藤中红 法国的Louise Bochua 还有普纳资奖得主Frank Garry 等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合作 这是我们的中间 它是製作的Granache 和酱油 和酱油 也有点酱油 这次是变成梨 所以这意思是 最后的烹饪 会保持少许的肌肉 然后我给你一些 更软的肌肉 不太酸 但同时 有点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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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还试了六个月的白酒 味道有点酸 但骨子香 后味道还有烟荒味 我们的筑师是 10年后 我们将自己的酒 较为烟草 气氛 很暑的气氛 更清爽 若果的酱油 若果的酱油 这就是酱油 咸酱油 更加是一个法国贵族 在中世纪兴建的私人宝女 以前只有皇室 高官才可以来参加聚会 还有留宿 伊丽莎白女王入住的时候 更加亲手为庄园种了一棵树 最近城堡花了一年半装修 重开之后 就成为酒店还有餐厅 比较少尝尽 比较少尝尽 只赶到阿尔勒城镇 附近的一个邮寄酒庄 附近的一个有机酒庄 大装来到家族的第三代 爺哥便负责中米 而弟弟便主力釀酒 我們選擇了中共在國際上的演出 我們要來吃我們的白酒吧 這是一個混合 between Chardonnay和 Raule Blanche The Chardonnay是一個普通的種類 但 Raule Blanche是比較具備的 但是我們有水在土地上 所以它給了一點新鮮,一點新鮮, 和一些濃烈的味道在酒店。